大家好,這裡是美美物語 這部影片要來分享薩爾達傳說智慧的再現 哪之前可以先知道的10件事情 整理了發售前的所有遊戲資訊 一次完整了解智慧的再現的所有遊戲內容喔 薩爾達傳說智慧的再現 以以往系列作為一個很大不同的地方是 任天堂首次將薩爾達公主作為主角 是真正的薩爾達傳說 並延續了芝夢島的風格 採用了精緻的黏土風 以3D圖像呈現 這次的遊戲背景故事 設定在海拉盧大地遭遇了一場大災難 世界各地突然出現了不明裂縫吞噬人民 就連林克也難逃一劫 一樣掉入了裂縫之中 可憐的薩爾達還被誤認為是罪魁禍首 關進了牢籠裡面 幸運的是在牢房裡面 薩爾達遇見了妖精脫離 獲得一把脫離之杖 這把魔杖變成這款遊戲的核心機制 賦予了薩爾達三角神力 並獲得了遊戲中的第一個能力 借物 踏上拯救海拉盧人民 解決裂縫問題的旅程 因為薩爾達被關起來 遊戲也就從一個類似越獄的潛新情節展開 這段遊玩充分展示遊戲的核心玩法解謎 遊戲中需要想辦法解決 每個關卡時下的難題 而與林克不同的是 薩爾達沒有攻擊手段 因此要善用複製能力 創造物體當作台階 或是把自己藏起來 來躲避衛兵的追捕 相比於使用無力解決的林克 薩爾達更要運用智慧來解決難題 如何通關完全取決於玩家的決定 對人覺得這款遊戲謎題的設計 可能就像王國之類一樣 擁有著極高的自由度 同一個謎題每個人來玩解法都會不一樣 可以用複雜的操作來解 但也一定有超簡單的逃課方法 關卡解謎的難易度 完全由玩家的玩法來決定 但不管如何 只要能通關的方法絕對都是好方法 不過智慧的在線與一般解謎遊戲不同 遊戲中也有戰鬥的部分 是要想辦法打敗敵人 但如前面提到的 薩爾達沒有正常的攻擊手段 因此戰鬥就像解謎一樣 是要想方設法的打敗敵人 是要召喚出石頭 慢慢把人砸死 還是召喚怪物出來 像寶可夢對決一樣 每個敵人都有很多種擊敗方法 和解謎一樣自由度極高 讓人覺得最有趣的地方在於打敗敵人後 通常可以獲得複製該敵人的能力 所以說會讓玩家想去挑戰更強大的敵人 來獲得更強大的複製物 而如若用一般的手段 去擊敗強大的敵人 這種有趣的解謎過程 接下來介紹遊戲一開始 薩爾達就會學會的能力 藉物 這能力讓薩爾達可以召喚物品 只要在旅途上遇到看起來可以複製的 就能把它帶入複製清單 以後隨時召喚出來使用 可以複製的可能是各種家具 也可能是怪物 但據狀況需要 隨時決定要複製什麼出來使用 另外介入不是無限想召喚多少就召喚多少 有能量的上限 可以看到脫離頭頂的三角形能量 一開始脫離頭頂有三個 也就是說一次最多召喚出三個能量的物品 再多召喚前面的物品就會消失 不同的物品消耗多少的三角形也不一樣 通常更強大的物品一次要消耗的能量也就越多 隨著遊戲進度推進後 還可以再增加三角形的上限 那形上限越高就代表複製能力越強 一次能招花的東西越多 其實三角的數量應該會是遊戲動的一大重點 另一個薩爾達會學到的能力 同步 很像救急手 能夠抓取物品並同步 同步的物品和薩爾達的距離是固定的 能夠隨著薩爾達的移動 移動同步的物品 看來無論多重多大的物品都能夠輕鬆移動 但這個能力最誇張的是還可以和同步的物品做出相同的動作 例如複製鳥 就能像鳥一樣在空中飛翔 複製蜘蛛 就能像蜘蛛一樣隨意爬上爬下 這種能自由利用物品的特性 要是再搭配薩爾達的建物能力 操控複製出來的物品 就能玩出各種意想不到的花樣 自由度是非常高的 另外同步也能在戰鬥中派上用場 和王國隊裡面的BOSS戰很像 用同步能把敵人的核心抓出來 核心就會掉出來 便能趁機攻擊核心 擊敗敵人的手段非常多樣化 雖然說薩爾達平常沒有攻擊的手段 但尤其中會使到一個類似大招的變身技能 化身成林克一樣的劍士 劍士後不只可以舉盾和揮劍 還可以跳得比平常還高 長按攻擊劍使出蓄力旋風斬 就跟林克一樣猛 看誰誰死 但要注意 這招需要累積能量才能使用 每次只能持續一段時間 因此不能一直亂用 最好在遇到一種黑色的強體 過不去的地方 或是大型BOSS戰鬥的時候 再使用變身手段 很像類似大招的概念 真正的緊要關頭才會使用 讓我們在解謎的遊戲中 也能充分體驗到動作遊戲戰鬥的樂趣 除了一般的海拉魯大地 遊戲中還有裂風世界可以探索 它們分布在世界各地 薩爾達能借助脫離的力量進入裡面 裂風世界裡面就像個扭曲的黑暗空間 被裂風吞噬的人事物躲在這裡 這世界的地圖更加破碎 而怪物也更加的黑暗 實際遊玩影片中 裂風世界中有個大型的地下城 猜測薩爾達進到裂風世界的主要目標 就是通關地下城 這次的地下城設計是比較線性的 過程中要想辦法用能力 通過各種障礙 以及打敗各種怪物 最後擊敗位於地下城最後的倒行BOSS 運用智慧的力量拯救海拉魯人民 智慧的在線 吸收了任天堂數十年以來 製作2D薩爾達遊戲的經驗 並摘入了礦眼之息 和玩國之類中那種自由創造 和解明的樂趣 還解決了玩家們 對現代3D薩爾達遊戲的一大遺憾 重新引入了傳統的地牢 相信這是許多玩家期待已久的遊戲元素 這款遊戲將2D和3D薩爾達遊戲的元素結合在一起 遊戲中大部分的場景是由上而下的俯瞰視角 但有些地方則是完全的傳統2D視角 類似橫向准重遊戲 每一個不同的場景 玩家就會需要用不同的方式來應對 對於喜歡玩經典自上而下視角的薩爾達遊戲玩家來說 絕對是值得期待的一款作品 除了主劇情挑戰之外 遊戲中有大量的支線任務可以玩 解決當地居民的問題 可能是尋找遺失的物品 打敗某些怪物 或者探索隱藏地點 每個支線任務都會有其獨特的背景故事和獎勵 支線任務還會與遊戲的介物能力相結合 可能需要召喚物品解決謎題 或是召喚怪物來幫助完成任務 完成支線任務後 更能獲得獨特的獎勵 例如獲得一般來說得不到的稀有複製品 增長薩爾達的複製能力 會讓主線任務變得更加輕鬆哦 最後是薩爾達傳收智慧的代謝人發售資訊 遊戲將於2024年整月26日在Switch平台發售 售價為1290元台幣 實體篇預購還附贈一個隨機特點 特點總共有三款 薩爾達壓克力小地牌 薩爾達手機掛飾 還有手機掛神組 再次出貨一個數量是有限的 想吃些特點就趕緊去預購吧 那以上就是薩爾達傳說智慧的代謝的介紹咯 如果覺得這部影片有出所幫助的話 歡迎訂閱按讚分享 記得要吃更多薩爾達傳說智慧的代謝內容哦 那影片就到這邊拜拜